大王 我是娟娟 我是萱萱 今天呢 我們要來幹嘛 做甜點 而且呢今天的甜點呢 是就是 新手 然後你第一次做 也絕對百分之百一定會成功 超簡單步驟 超簡單的甜點 其實今天是你第一次做 你覺得你會成功嗎 應該是會啦 我們現在就 馬上開始 而且我覺得這些甜點 可以就是六日啊 跟親子 情侶 然後剛開始來做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的 好那首先呢 我們第一道要做的是 蛋塔 我先告訴大家 要準備什麼材料 材料呢 也非常簡單 第一個 叫做 起酥片 我們買的是在全聯買的 那你可以去佳樂福 然後或是一些這個 食品烘焙行 買這個東西起酥片 那不一定要買這個品牌的 這個是那個酥皮濃湯 對酥皮濃湯那種東西 如果說你家裡其實道具 沒有那麼齊全的 建議大家你直接搜尋食品烘焙行 看你家附近哪裡有 你就可以去 你就可以把一些要的道具 其實全部一次買 第二個呢 我們會用到的就是 鮮奶 然後鮮奶油 二號的砂糖 還有十顆蛋 道具呢有什麼呢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這種 小小的這種 細小的刷具 這個可有可無啦 就是這個蛋就可以 濾到蛋白 留下蛋黃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 蛋塔的這個 錫薄鋁杯 這個是一次性的 然後還有這種 這種是 不是一次性的 啊就看你要用哪一個 其實都可以 那當然呢就是要一個這個 食品的這種 襯 別過 好 OK 那我們就要開始 我們今天做蛋塔的步驟了 第一個步驟呢 先拿出我們的 酥皮 在這上面呢 稍微抹上一點水 等一下我們在捲的時候 比較不會黏在一起 然後這時候呢 我就要來把它捲起來 好捲起來 這是第一捲 我們總共拿五片 反覆重複 這個動作 捲五次 水是要讓它這個 酥皮比較好黏合 第二捲就是這樣子 繼續再捲 完成 然後再來呢就把這個 拿去冷凍十分鐘 冷凍十分鐘只是說 你等一下切的時候 比較不會變形 倒是比較不會沾黏 對對對 比較不會不會變形 好那我們現在在等待 蛋塔皮的過程中 我們要來做 蝴蝶酥 一樣用我們剛剛的酥皮來做 這邊呢就有 我們沒有下廚的 萱萱來 超大 我很興奮耶 來 來交給你了 蝴蝶酥的話是要四片酥皮 剛剛的那個 那個蛋塔是五片 那它也是先沾上一些 少許的水 對 很優雅的感覺 再來呢 加糖 在上面灑上適量的糖 那我們看到它其實是用白砂糖 但是 但是我們只有二砂 對沒關係 那你可能要手把它鋪平 然後這個糖的話就是 看你們吃的甜度啦 那再來是第二層 我們 重複的步驟 一樣在刷水 對 然後在鋪糖 這個真的是很簡單 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情侶來做 手船的也可以做 而且那時候我們看到 就像就做出來 內心其實有一點 就是哇 這麼簡單嗎 對啊很疑惑 OK 第四層的話就不用 再灑糖跟沾水 再來是要用那個 擀麵棒 可是我們剛剛找不到 用這個也可以代替耶 那不是說它軟一點的時候再擀嗎 喔對 要等到它軟一點 現在我覺得它是有點太冰 只能等它再退冰一下好了 把剛剛冷凍的切一塊一塊的 我覺得差不多一個手指頭啦 1.5公分到2公分左右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蛋塔的底托 把它放上去 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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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成蛋塔皮的形狀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它壓 大概壓得差不多的薄度 然後就是想像它是蛋塔的皮 蝴蝶酥已經有一點軟了 我來把它擀平 那其實喔 建議是可以撒上一點麵粉 這樣是 這樣不會沾黏 對 這樣不會沾黏 我覺得蝴蝶酥這邊這個步驟 其實有點像我們當兵在摺那個棉被的感覺 然後這邊可以再撒上一點糖 這種甜點 用酥皮做的甜點呢 就是不能吃太多 因為熱量爆表 好 然後再折過來 OK 到這邊呢 進去冰箱冰 10分鐘 那其實你們可以從旁邊看 它這邊就是會已經開始 感覺出來有沒有 蝴蝶酥的形狀 有嗎 蝴蝶酥的形狀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蛋塔中間的那一塊東西 就是那個 那個餡料 對了對了對了 蛋黃四顆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用這個小工具 百公克 鮮奶油是100公克 最後再來是糖60公克 然後就把它打發 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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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開囉 換換成功了 哇 有耶 看起來不錯 好扯喔 很厲害 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果然是临失敗 打出來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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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起來還不錯 這還超棒的耶 哐哐哐有沒有聽到 我覺得吃起來不會比那個 就是酥皮是蠻好吃的啦 因為很久沒喝酥皮濃湯 你們看你們看 冒煙了冒煙了 還蠻好吃的 它跟蛋塔的感覺有點不太 這就是你還是吃得出來 這是酥皮濃湯 可是還蠻好吃的耶 我剛剛沒講完 你們做蛋塔皮 可是這種酥皮的方式 它有人是買來的時候 它就是有賣很多塊這個 然後上面就把皮直接鋪在上面 你也可以直接去買蛋塔皮 有專門賣蛋塔皮 OK 那我們現在要來處理 它的蝴蝶酥了 接下來的步驟呢 十分簡單 基本上你就是把它切塊啦 大概1.5公分 切塊那個表面沾糖 你們可以用你們的手指頭量 大概就是1.5公分 再來就是有沒有 蝴蝶酥已經有愛心的形狀了 這兩面沾糖就可以下去烤了 沾糖 很需要 放的時候你們要留一些空隙 因為它等一下會膨脹 好 那接下來它放進氣炸鍋嘛 那時間多久啊 15分鐘 180度 來喔來喔 來喔 來喔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超好吃的 而且我說可以送給就是情人節啊 或是老婆 男朋友 女朋友的禮物 你看這是我自己做的愛心送給你有沒有 給你看 超美的 來我餵你 好脆喔 奶香加上二殺的甜味 好脆好脆 真的很肥 它有點外酥內軟的感覺 好喲 那我們今天做的兩樣甜點就到這邊啦 好來我想問一下萱萱 依妳就是從來沒有接觸烘焙跟廚房的人來說 妳覺得這兩樣甜點給妳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非常容易耶 超有成就感耶 因為我平常就是會吃這兩種東西 我也很喜歡這個 我一直以為這種東西很很難耶 其實想不到 湊甜點竟然那麼簡單 所以呢 這兩款甜點呢 你們在家裡面不管你是新手或是親子還是情侶呢 你們都可以一起試做 我覺得會獲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嗯 然後樂趣 然後也蠻好吃的 當然不能吃太多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說你們還想看到我們做什麼其他簡單有趣好玩的美食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好那我們不定時也會舉辦一些團購呢 可以follow萱萱的IG 會有一些訊息在那邊 那同時我們有團購的社團連結都在這個影片的下方資訊欄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給你們一個愛心結尾 掰掰 掰掰 eat 喝 任何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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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